大家好 前兩天去堪培拉著涼了 嗓子就一直是啞的 現在您仔細聽還能有破羅的感覺 本來今天想休息一下 但是今天發生了兩件大事 在過去24小時裡面發生兩件大事 第一個就是張偉麗 在綜合格鬥的UFC比賽裡面輸了 第二個就是幾個小時以前 趙婷剛剛在奧斯卡獲得可以是大獲全勝 這兩件事情碰巧我覺得 能夠結合在一起 能夠充分說明中國的大外宣的失敗 首先今天咱們的節目是要向徐曉東致敬 為什麼向徐曉東致敬呢 到最後咱們再說 首先講張偉麗 如果你關心你是年輕人的話 你又關心打拳什麼的綜合格鬥 張偉麗是相當於是中國綜合格鬥裡面的 現在目前一個標竿性的人物 他是在UFC的最輕量級 是草量級獲得了21連勝 而且此前是衛冕冠軍 分頭正勝 所以今天在昨天舉行這個比賽是他衛冕戰 那麼很多人都很看好他 尤其是中國的拳迷不只是小粉紅也好 或者是不是小粉紅的都很看好這個人 但是昨天他輸了 而且輸的很慘很慘 大概就幾十秒鐘就被一腳踢的暈過去了 基本上快是暈過去了 我們看這個畫面 這一腳中了以後整個人就是貪軟下去了 雖然很快又恢復了 然後還想爬起來 但是裁判就終止了比賽 覺得這個沒法再打了 爬起來以後張偉麗很不服氣 就覺得我還有意識我還能打 你幹嘛叫停 但是明顯可以看出來是已經釀釀腔腔了 已經是如果說裁判不叫停的話 很可能是會有生命危險的 雖然看起來只不過是挨了一腳而已 但是要知道這一腳首先是挨在腦袋上 第二腳的力量 胳膊擰不過大腿 腳的力量看起來再輕 真的你蹬上去的話也是更不用說專業選手了 那一腳是非常厲害的 現在張偉麗很不服氣 是希望能夠進行二番戰 就是所謂第二次跟這個人打一場 具體我估計UFC比賽肯定會安排的 因為張偉麗背後有龐大的中國市場 他一定會安排二番戰 而且我估計是會很快就安排二番戰 我只想說一下在這個比賽之前的和之後的情況 之前關於張偉麗跟羅斯 他對手叫羅斯 這兩人對戰有兩派觀點 一派就是剛才我們講了中國的或者華人的全民的 要麽是主觀上希望 要麽就是覺得張偉麗21連勝 這個是很厲害的21連勝 不是UFC21連勝 是他所有的比賽21連勝 但是這已經是非常強的職業選手來講 已經是很強的戰績了 覺得對手羅斯是11勝4負 所以覺得應該是贏的沒問題 但是有專業人士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一個就是拳王泰森 泰森雖然是打拳的不是搞MMA的 但是他跟UFC 就是個MMA最高級別賽事的老總 大家來了一個座談 然後泰森就說我覺得他的對手羅斯 把張偉麗幹掉是輕輕鬆鬆的事情 他用的是walk over 就好像不費什麽力氣走就走過去了 不用爬著 當然他也沒具體講什麽原因 為什麽 他沒有具體再展開說 而張偉麗接受采訪就講泰森他打拳的 他不懂我們綜合格鬥 他說說分面話 然後另外有一位就是綜合格鬥 他是分很多量級 張偉麗是最輕的草量級 然後再往上面是有銀量級 蒼蠅那個銀 銀量級 銀量級就是說張偉麗因為連勝石頭很猛 所以很多人都說要他去長肉 長肉長個幾公斤 然後去打銀量級 這個在拳擊也好 或者格鬥里面很常見 就是我這個級別已經打遍天下無敵手了 然後我就要往上往更高級別的去挑戰 這個銀量級的冠軍是一個烏克蘭人好像叫蛇腐行科的 反正他也說別人就問他對這個事怎麽看 他反正意思他也沒有明說 反正意思就是說 張偉麗你要想挑戰我 我沒問題 你先把螺絲幹掉再說 當然他也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傾向性 但是我感覺這里面的意思就是講 我不覺得你還有具有實力來挑戰我 反正最終我們現在結果已經看到了 我這個想說一個什麽問題 就是說雖然沒有很明顯的跡象和證據表示 有中共的外宣部門宣傳部門在就這個事情做文章 但是你可以看出一些跡象來就表示 中國中共是希望把這一點塑造成一個中國的軟實力 我們知道中國在捧體育明星上面 一直都是劉翔姚明 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提高自己的軟實力的 所以這個背後其實是有一點操盤的痕跡的 最典型的是前面我們不講張偉麗接受採訪 他接受誰採訪呢 他接受的是CGTN的採訪 就是中央電視台的海外部門的採訪 而且很有意思 這個採訪的主持人他說的是英文 因為CGTN是個面向英文的手動的 然後張偉麗能用中文回答然後打上字幕 這感覺有點不倫不類的 一個人一個中國人在說英文對另外一個中國人 這個中國人用中文回答然後打上英文字幕 因為我覺得可能東西方文化不一樣嘛 就是東方人說話是比較內斂 不喜歡把話說什麼話說的那麼滿 不喜歡叫囂不喜歡叫板 而且我覺得他也沒有什麼 全就是去評論一個MV的比賽 因為他如果評論拳擊 對拳擊我覺得你是有十足的經驗 跟你的資歷去說這個比賽 另外還有一點我注意到 很多參加UFC這種綜合格鬥比賽的 國際比賽的中國選手 不管是男子的像李景亮 還是像張偉麗 入場的時候都是批著中國的五星紅旗入場的 我不確定這是個人行為 還是至少我目前看到的很多都是這麼做的 我覺得更有可能 按照我們對中國政府的理解 這個更是一種非個人的行為 而是一種有組織的行為 當然有很多人說了 你看有很多人批美國國旗入場 這也有的 或者穿著美國國旗 在這身上印著美國國旗也有的 對話是沒錯 但是第一個 在美國你不管你批國旗 還是燒國旗都是自由的 這個完全可以看作是個人的自己的選擇 第二個 而中國這方面它對於國旗什麼時候用 是有嚴格的管制的 一般來講作為體育比賽裡面 我記得以前有過案例的 我現在找不到了 體育比賽裡面除非你是國字號的 如果你是個人的話 商業行為 UFC是商業比賽 這種行為一般都沒有說明文禁止 但是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例子 就是說不允許你們使用國旗 那麼一旦他使用國旗了 就說明背後已經得到了默認的 運動員批國旗這個事兒 最早是劉翔幹的 大家還記得嗎 那時候劉翔贏了204年奧運會 然後就批著國旗 但是這事兒是個很高風險的事情 因為你一旦把調門弄得這麼高以後 劉翔的後面你也看到了 208年然後殷商退賽 2012年殷商退賽 然後就被很多人罵成是劉袍袍 因為就是說他丟人 所以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我覺得 批著國旗這個事兒 不管是他自己願意的 還是別人教他這麼做的 多少是給他帶來光環 同時也給他帶來無形的壓力 而且這次還有一個很要命的因素 就是張偉袁這個對手 羅斯這個人其實我以前見過的 我今天早上我剛看到張偉袂輸了 這個人我還大吃了一驚 是這個人 這個人以前我看過一個視頻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就是綜合格鬥 他跟一個很囂張的對手 兩個人一開始對峙的時候 那個對手很囂張 各種的霸凌他 這個羅斯小時候命運多傳 在貧民窟長大 然後被欺負 甚至據說還被被性侵 然後對方就對他挑釁 就是說你這個什麼被人強暴 我要在台上以同樣的方式強暴你 等等這樣子 然後但是他表現得不動聲色 像個石頭人一樣 最後反而是他把對手喬安娜 打得面目全非就是打贏了 然後那個是USC的一個標誌性的比賽了 這個似乎就是一個 事先盛氣凌人 霸凌別人的人 結果最後被他欺負的人給胖揍了一頓 這是全世界所有被欺負的人 看了這一幕都會熱血澎湃的 包括我 但是羅斯後來有一次比賽輸了 而且遭受重創 脖子差別給摔斷了 所以就退出了比賽 覺得心理陰影 感覺不太敢上台了 那最近是剛剛復出的 關鍵在於他是立陶宛人知道嗎 他的父親是立陶宛人 他是因為我以前講過 不管是從立陶宛 從中國 從古巴出來的 在所有的共產獨裁國家出來的人 因為他父親是那個時候從蘇聯出來的 對於共產獨裁都是有天然的一個厭惡心理的 所以他在之前採訪說就講了 對他來說張偉麗 或許是因為張偉麗表現太高調了 怎麼批著國旗進場了 對他來說張偉麗就代表著共產主義政權 因為他不是反感張偉麗 他反感的是共產主義政權 他引用了當時有一句話很有名的 叫做Better dead than red 什麼意思呢 就是二戰的時候冷戰的時候 當時在講美國和蘇聯要打核戰爭了 世界要毀滅了 當時有很多人 有一個電影里面好像喊出來這個口號 就說我們寧可毀滅 我們寧可死也不受共產主義的統治 寧可死也不被染成紅色 用了這句話後來宣起軒然大波 意味著就是說本來一個普通的比賽 就變成了一個自由社會 跟這個人好像他對川普也是至少不反感的 不能說是川普支持者 但是他是不反感的 這就變成了美國或者是跟中國 或者說自由社會跟共產社會的這樣一個對決 這個不排除是賽事方一個故意的炒作 不排除 但是我目前看就我看來炒作的可能性不大 這個很可能是這個人的自己發自肺腑的 是這麼看的 總之這個調門已經定下來了以後 張偉麗輸了 一定意義上就變成了自由社會 打倒共產主義社會了 所以從這一點上 加上之前我們講劉翔這個事情 我是非常不看好張偉麗的二番戰的 因為對於張偉麗來說這個壓力太大了 這個意味著你是不能再輸了 你輸了就會像劉翔那樣 因為最後沒有參賽被人罵成一文不值 所以說這個比賽已經不是他一個人的比賽了 這個背後蘊含著中共的宣傳部門 甚至整個中共 張偉麗最近兩年在中國國內還是比較有爭議的 關鍵在於他參與到了對傳統武術的宣傳裡面去 不管是太極還是通貝權 這一點剛才我們講了徐曉東 徐曉東在今天早上一個節目裡面 就痛斥了這一點 覺得他經紀人把他往歪里帶了 我個人覺得這還不完全是他經紀人的問題 我認為傳統武術也好 或者說徐曉東被封殺也好 這個都是一盤大棋 就是說宣傳部門裡面的一個環節 可能不是很大的一個環節 但是很小的一個環節 張偉麗不管是經紀人安排的商業合作 去宣傳太極權通貝權 還是背後有一些更大的軟實力 軟文化的一些推手 這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我覺得宣傳傳武對他來說是一個污點 張偉麗這次打輸 可以說是中共外宣系統的一次失敗 但是中共外宣系統還蒙受了另一次更大的失敗 就是在兩個小時以前 剛剛結束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 趙婷獲得了三項大獎 趙婷被提名四項獎項 一個是最佳導演 最佳影片 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改編劇本 就是這個無一之地 那麼趙婷在裡面第一個獲得了最佳導演 實至名歸最佳導演 無一之地獲得了最佳影片 以及最佳女主角 這三個都是非常重量級的獎項 而趙婷他也出席奧斯卡頒獎禮 也做了一番發言 他裡面講到一個概念 他說其實很簡短 他就說我從小在中國背書背唐詩背詩詞 有一個我印象特別深刻 就是所謂人之初性本善 他說這個事對我的感動特別大 我覺得所有人都是抱著本心的 雖然也有人說人之初性本惡 有原罪的說法 但是我個人還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 對於這個事我是這麼理解的 我們知道基督教是崇尚原罪論 每個人天生都是帶有原罪的 但是原罪不等於惡 原罪並不是說你人天生就是惡 剩下就是個惡棍 只是你身上帶著一些毒素 可能說不是由你自己決定的毒素 是隱藏在人性裡面的 隨時可能會爆花的 會演變成一個非常邪惡的東西的 這樣一個原罪 我個人在生了孩子以後 看待這個世界很多的觀點 比以前要緩和很多 因為當我看著孩子 有時候我會想 其實任何一個惡人 大奸大惡 喪心病狂的人 他都曾經是個孩子 所有人生下來的時候 的確都是乾乾淨淨的 甚至就算他曾經做過一些大奸大惡的事情 所以他的人性裡面應該也有一些光輝的閃光點 所以我更傾向於從這個角度去看待問題 就是人性我對於別人都是更傾向於把他們看作 他們都有自己有善的 可以溝通的 可以憐憫的部分 那麼同時對於自己 有的時候我要考慮 我自己是有原罪的 我自己是有惡念度的 是有邪惡 是可能會邪惡的 我自己是可能會作惡的 所以我更多的喜歡把人之初性本善 用在別人身上 同時把原罪用在自己身上 就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 都只能從自己內心去認識這個世界 我知道我自己對這個世界是有極大的善意的 我也相信所有其他人都是有跟我同樣的善意的 但同時我不斷提醒自己 我自己可能會作惡 我自己可能會有惡的念頭 那麼同樣的我相信別人也會有隱藏的心理在 但是無論怎麼樣 如果我們要消除這個惡的話 我們還是要通過善的一面去與人溝通 與人相處 然後我們能夠共同起來去消滅這個惡 如果別人的惡消滅不了 最起碼我先消滅我自己的惡 這個是我能為這個世界能做的 這個扯遠了 總之趙婷這次得了三項大獎 三項重量級的獎項足以讓他跡身為一流導演的行業 而中共本來說無意之地是要放的 後來緊急封殺掉 就是因為趙婷說了一句 我以前接受到的東西都是謊言 其實這個本來是可以是一次中共的 對外宣傳的一個機會 如果他們不封殺趙婷的話 如果他們把趙婷那句話先放到腦袋後面 假裝它沒有發生的話 這本來是可以是一次宣傳的機會 但是我覺得在當前的形勢下 這個就像中共的外宣系統一樣 很多時候你覺得他明明是應該做的事情 這個事情對你是一本萬利的事情 他不做 他非要去做那些讓人摸不著頭腦 甚至覺得你在自殺的事情 類似趙婷這樣的事情 就是中共外宣系統的又一次成功的自殺 趙婷這次得獎說明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中共本來以為 你好萊塢不是要我中國的巨大的市場嗎 是吧 你肯定得向我低頭 但是這一次趙婷得了這麼多重量級獎項 說明好萊塢至少是不會這麼明顯 至少在近期不會這麼明顯的向中共低頭了 中共對於好萊塢也好 對於西方的文化產業的金錢攻勢 目前為止看來是失效了 這個是中共外宣系統的又一次更大的挫敗 之前對於中共的外交和外宣系統 我曾經這麼說 我說他們只是戰術失當 他們只是使用了一些很蠢的做法 如果他們那邊出現一個民視里的人 他能夠使用正確的戰術 以中共的資源是能夠取得很好的宣傳效果的 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間就把中共的形象翻轉過來 但是今天早上徐曉冬的節目 讓我有了一個重新的思考 他就是講張偉麗這個事情 他說 他之前預測說誰會贏 他說有思想的人會贏 他覺得張偉麗是屬於沒有思想的 他的依據就是張偉麗去宣傳太極通背權這些 表明張偉麗只是為了賺錢 當然這個無可厚非了 只是為賺錢他其實沒有思想 所以最終真正會贏的還是有思想的人 相對來說他覺得螺絲更有思想一點 我覺得這個事情放到趙婷身上是一模一樣的 真正有思想的人才能獲得真正的榮譽 而有思想的人是不會干預受中共的外宣的 這套東西 這套邏輯 這套完全不能自洽愚蠢下流的邏輯的約束的 所以如果你相信這句話 有思想的人到最後一定會贏 他會笑到最後 雖然可能會遭一些挫折 但是最後他會贏 如果你相信這句話 那中共就是必然失敗的 如果你不相信這句話 那麼就意味著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將會永久地退回到野蠻的 弱肉強食的 不講道理的社會 你覺得哪一個更有可能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的明白人 大家都知道有思想的人一定會贏到最後 但是其實我們更關心的是 最後是哪一天呢 如果是2200年當中200年都是野蠻社會 難道我們不應該暫時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 為了自己的子孫後代 暫時先遷就一下野蠻 去過一種野蠻的生活 先活下來再說 所以這個其實關鍵的是一個判斷的問題 但是我個人認為 中共很多這種倒行逆施 而且很明顯是倒行逆施 而且對自己沒有任何的好處的這些做法 就已經說明這個政權已經到了最後苟延殘存的時候 它的時日已經不多了 所謂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幫助中共的人正在越來越少 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無數次的這樣一個情況 正在中共身上發生 如果你還沒有看到的話請你睜大眼睛 最後再頂一句徐曉東東哥的句話 有思想的人一定會贏 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下一次我們再見